这是一个发生在云南普尔太阳河国家公园的真实故事 在这个被称为北回贵线上最大绿洲的动植物天堂 生活着上千种珍稀野生动物 这里还是数量稀少的 37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小熊猫的栖息地 故事就发生在这群天然萌的小熊猫身上 圆圆和小黄妹 它们是两只形影不离的雌性小熊猫 小熊猫头部像猫身子像熊 比猫匪大全身红褐色 圆脸嘴部较短脸颊夹有白色斑纹 耳大直立向前四肢为粗短的黑褐色 尾巴长粗而蓬松 并且有十二条红暗相间的环纹 因此又被称为火狐 小熊猫主要收获在海拔三千米以下的 珍阔混胶林或长御阔叶林中的竹丛地方 活动区域较大 在夏季小熊猫多在阴坡有西流的河谷活动 而到了冬季则在阳坡河谷盘地 在降雪后甚至下到村庄附近的草坡灌木丛活动 尤其喜欢在向阳的山崖或大树顶上晒太阳 在我国小熊猫主要分布在西藏云南四川等省 普尔太阳河国家公园位于北回归县南侧 是一片保存完整规模宏大的绿洲 森林覆盖率高达94.5% 属于热带亚热带气候 保护区内热量丰富 多雨湿润 树种繁多 食物丰富 太阳河 曼灯河都为动物的生存繁衍 提供了优越的环境 保护区内自然丰富 野猪 黑熊 蜂猴 云豹 双脚犀鸟等 哺乳动物和鸟类200多种 两栖爬行动物10多种 是难得的野生动物繁衍生息的天堂 国家公园里的37只野生小熊猫 同样也是在优越自然生态环境下的吸引下 把太阳河国家公园 当做了自己永久的家园 由于数量稀少 也显得尤为珍贵 可是 平静而美好的生活被一场天灾打破了 2014年10月7日21时49分 普尔市锦谷舰发生了6.6级强震 与镇中相隔70多公里的普尔太阳河国家公园 震感非常强烈 地震中树木倒塌 滑坡塌方 野生动物受到不同程度的惊吓 它们当中的很多一度跑离栖息地 当一切归于平静后 动物们陆续返回各自的栖息地 而珍稀的小熊猫只剩下了35只了 圆月和小黄味一直没有出现 动物保护观察员张凤芝是国家公园里与小熊猫最熟悉的人 每当青黄不接 小熊猫难以觅食的季节 张凤芝通常会带来一些树叶水果给它们喂食 因此 对圆里的每一只小熊猫的脾气秉进 张凤芝都了如指掌 为了区分这37只小熊猫 他给它们都取了名字 圆月和小黄味是两只雌性小熊猫 性格乖巧又形影不离 平日里 为了抢夺争食 野生小熊猫经常会撕打争斗 而细心的张凤芝发现 圆月和小黄妹相互之间不但从来不争不抢 反而互相的喂食谦让 让人看了真是心生恋爱 10月7日晚的那场强症过后 张凤芝立即赶到了小熊猫在国家公园的栖息地 有35只小熊猫被陆续地找到 只有圆月和小黄妹迟迟不见踪影 为了安抚这些受到了惊吓的小动物 张凤芝拿出了平时他们最爱吃的苹果和梨来喂食 让她感到惊奇的是 小黄妹出现了 可是温顺的小黄妹开始惧怕人类 爱吃苹果的她叼着梨跑走了 小黄妹的反强引起了张凤芝的注意 于是她快步跟上了小黄妹 可是灵活的小熊猫不一会儿就钻进树林不见了 张凤芝没有跟上 正在她感到遗憾的时候 没想到小黄妹又回来了 静静地蹲在张凤芝的面前 张凤芝拿出苹果 小黄妹没有反应 张凤芝拿出一块梨 小黄妹迅速地用嘴巴咸了过来又跑走了 这次仍然是朝着森林的同一个方向 那里到底有什么 张凤芝感到奇怪 让张凤芝和随后赶来的救援人员感到震惊的是 圆圆被压在一棵倒塌的大树下 头旁静静躺着一个腐烂的西红柿和几片新鲜的林 小黄妹守护在圆圆身旁 浑身发抖 哭声悲响 他们形影不离 地震滑坡塌方 他们阴阳两隔 姐妹情深 生死相依 仔细辨认之后 张凤芝发现 圆圆头旁散落的几片梨 正是之前小黄妹从自己那里叼走的梨 张凤芝恍然大悟 小黄妹多次定索要自己不爱吃的梨 是为了唤醒自己的好姐妹圆圆 现在的当务之急 就是救出圆圆 救援人员区里的小黄妹 对圆圆进行了查探 当时是种的 因为那个动物保护观察员 那个张凤芝 她看到之后她通知我去 我去我做了一下检查 去检查了 当然我发现已经就是死亡了 那么我一个人抬不动 后来我叫了他们几个观察员 观察员过来 把树鱼开之后 因为已经死亡了 可能也是死了差不多 估计也是死了时间长了 应该是十个小时以上了 小熊猫的生活习性是 平时棲居在树洞或者是石洞中 凌晨和黄昏出洞密时 其余时间会爬上高树歇息 与其他哺乳动物相比 感官不甚明明 2014年10月7日21时49分 土耳市井谷舰发生6.6级墙震 与镇中相隔70多公里的土耳太阳河国家公园震感非常强烈 地震中树木倒塌 滑坡踏荒 工作人员分析 当时小熊猫应该已经入眠 天灾降临的那一刻 他们一定惊慌失措 来不及从树上爬下 大树便轰然倒塌 幸运的小黄昏躲过一劫 但是她的好姐妹圆圆 当时被压在了树下 后面我把小熊猫的尸体 送到动物医院解剖室 进行解剖 就是从外观进行检查 外观基本感觉不到 就是她的后肢 但是那个臀部被那个树压之后 就是从外摸的时候 感觉那个腰椎有点固扯 后面就是解剖开来的地区也是 腰椎操起了那种断力 它可能就是通过这种撞击了 被受了一种撞击 造成这种恐吓 然后就是印记 包括它后面的一些 就是后面的一些核动 就是跑偷啊 这些这些 我觉得是一种 掏击它整个器官了 这种印记就是摔一次S 虽然被大树牢牢压住 动弹不得 但是不至于造成圆圆的死亡 强烈的求生欲望 使它一直在扭动着身体 奋力挣扎 情绪激动 加速了圆圆身体器官的衰竭 导致死亡 而她挣扎的这段时间 小伙伴 小黄妹 应该就守在她的身旁 往返 为她运送食物 确定圆圆已经死亡多时候 救援人员把圆圆装进编织袋 准备带走 就在这个时候 小黄妹的举动 让在场所有的人惊呆了 过去知道同伴是要永远地离开了 一直在不远处静静观看的她 不顾一切冲到救援人员身旁 用嘴和爪子攻击救援人员 拼命地咬住 装着圆圆的编织袋 试图夺回圆圆 后面我准备就把它装起来 把尸体拿走的时候 等我装好的时候 我刚起来 那个小黄妹就来了 她就抢一直抢着那个袋子 不然作为小熊猫来说 我还真是第一次看到 我也觉得特别感动那种 我们无从得知 在地震到来时 犀牛撞断树 猴群奔袭逃走 常规员躲在树顶躲下来的时候 这群喜欢夜生活的小熊猫 是否正在玩耍呢 大树倒塌的瞬间 它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我们只是看到 素来古灵精怪 常常为柔弱挑食的小黄妹 抢夺美食的圆圆 被树压倒了 我们只是看到 压住圆圆的树干附近 还留着杂乱无章的咬痕和抓痕 而圆圆两只手下刨开的土和浅坑 也还在 我们只是看到 小黄妹失踪后 突然出现在栖息地 拼命全力抢时 平常从来不沾嘴的梨 如果不是动物保护观察员 心生淫虑跟踪小黄妹 我们不知道 还会不会了解这个故事 而这个故事 震撼和感动着现场的每一个人 长期以来 我们大多数人都忽视了动物的情感 以为动物没有思想 不懂善恶 其实 它们和人类一样 也有喜怒哀乐 也有感情 也许我们没有见过 哪个动物在哭 在笑 也没有看到它们 真实的生活情景 但是 动物之间有太多的故事 我们不懂 也不了解 然而 我们终于见证了 小黄妹和圆圆之间的 深情厚意 这种感情 也正是我们所追求的 生死相依 不离 不弃